男人往身上涂抹颜料 伪装成展会的一名雕像 而他的目的是要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盗走这颗价值武艺的钻石 面对钻石周围戒备森严的警卫 男人却表现得十分淡定 只见他缓缓打开书本中的控制面板 伴随着开关被启动 一辆漆黑的摇扣车闪亮登场 由于车身的颜色与低砖一模一样 巡逻的守卫根本没有丝毫察觉 可就在男人操控摇扣车慢慢靠近展柜时 一个巡逻的守卫突然挡在了前面 男人吓得赶紧按下停止开关 好在守卫光顾着打电话 并没有发现裤装下面的遥控车 随后他踏摇大摆的来到展柜下方 看着高台上近在咫尺的大钻石 男人立马再次拨动按钮 只见遥控车一个鲤鱼打挺 刚好与展台的凹槽完全贴合 接着遥控车侧面弹出两排车轮 小车瞬间成了蜘蛛侠 顺着凹槽向上方移动 等到他平稳到达展柜顶端后 男人立马打开了其内部的伸缩手臂 机械手臂展开后轻松抓住钻石 男人急忙把提前准备好的投影仪 固定在一旁的雕像身上 就在钻石被拿走的瞬间 3D投影出来的钻石影像 正好替补了原来的位置 接着把其钻石装进遥控车里 然后验着黑色条纹原路返回 另一边守在博物馆的警场感觉不对劲 询问完工作人员后才知道 原来这条女皇项链 最值钱的就是上面的钻石 但钻石早被送到展会大厅 警长听完后恍然大悟 自己中了神头的吊虎离山之计 于是警长立马通知展会附近的警员 命令他赶紧封锁展会大厅的所有出口 可就在警员想要冲进大厅时 却突然迎面撞伤了一个老头 当警长得知他撞了清洁工后 立马让他上前将机拦住 原来为了确保展会大厅的安全 警长早已通知过清洁工休息 眼前的清洁工很有可能有问题 警员立马逃出手枪 警告大爷不要动 不料男人假装听不清 一直挪到下水道上方才停下 警员见状赶紧围了上去 并要求大爷出示工作证 没想到他却在假装拿证件的空隙 悄悄按下了腰间的开关 鞋底蹲时流出蓝色药水 随后将证件递给警员 等到警员发现背后的图案时 颈盖刚好被腐蚀 男人咔嚓一下挑进下水道 还没有等警员反应过来 男人又换好装备 从外面的下水道喷咽而出 脚踩轮滑鞋快速逃离现场 警员立马骑着小摩托追击 危急时刻 男人激活手中的磁铁装置 结果下一秒 警员切得直呼96226 这时警长驾驶直升机赶到 拿着AK对着绳头疯狂输出 可飞机不停地摇摆 男人在利用货车的铁板做掩护 直到子弹打光了 他都没伤到男人一根毛 突然绳头急转弯 混进了马拉松比赛的队伍 脱下外套露出的运动服 当着警员的面 大药大摆逃离了现场 这个怪兽太恐怖了 竟然长着一张公主脸 和蜈蚣的身体 更恐怖的是 它的双腿 是由几百人的手组成 悬浮在白空中 死死盯着年轻的大爷 露出诡异的微笑 而在这个奇葩的小镇 还有更多可怕的怪物 那么这些怪物从哪来的呢 原来 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小镇 里面住着大量的吸血鬼 它们见到人类就咬 只要吸食的够多 就可以进化成超级怪兽 不仅长相可爱 身材也异常的魁梧 而这些吸血鬼全都是 不死鬼王的手下 它之所以不老不死 是因为每天都会 吸食成年女孩的鲜血 传说能消灭它的 只有一种叫501的药水 但是伤千年过去了 还是没人能找到 而小镇上性存的人类 一直在和吸血鬼抗衡 淡淡是其中最狠的一个 却怎么也打不过鬼王 为了拯救人类 只能找到传说中的药水 随后它们闯进一座矿洞 却发现一大波吸血鬼 由于淡淡带有主角光环 咔咔几下 就放倒了所有坏人 让人没想到的是 动力却出现了 更诡异的怪物 这是我见过最哇塞的怪物 不仅有着美人脸 还长着蜈蚣的身体 可怕的是 只要跟它对视双眼 它就会招你做上门女婿 但是两条腿 怎么会跑得过上百条手呢 刚开始怪物 像个公主一样温顺 不时地弹出 比头还大的头 慢慢地如中的身子 可无比激动的黄毛 突然脚下一滑 它正担心被怪物看到 可结果两人对上了眼 等它再次转头 妈妈咪呀 怪物公主顿时羞红了脸 两眼放出红色的金光 眼看美女怪物张开大嘴 同伴让它赶紧跑 可看到这恐怖的一幕 吓得男孩 双腿直大哆嗦 愣在了原地 关键时刻 只好一把推开了它 这才暂时逃过一劫 却也激怒了怪物 几人赶紧往上跑 怪物迅速掉转脑袋 一每秒八百的时速 慢慢的迅速往上爬 这时他们发现一扇门 两人相钻了进去 可陈豪还在后面 就在这时 怪物搜的一下扑了过来 危急时刻 陈豪最终冲进了门里 让人没想到的是 怪物还会说汉语 黄毛来不及高兴 赶紧带领大家逃离这里 可路口实在太多 他也蒙了圈 只能随便指一条 此时的怪物公主 却从另一条路追的上来 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快速向他们跑来 这下完蛋了 他们只能坐火车走 可火车年代久远 咕噜已经生锈 怎么推都没反应 眼看怪物越来越近 他们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双腿使劲灯 终于在最后的时刻 成功地躲过了怪物 男人推着火车拼命跑 怪物在后面紧追不舍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这时眼镜哥发现 背包里还有好东西 于是每人拿起一颗 酷尺全都扔给了怪物 他们以为怪物怕了 还没来得及庆祝 可下一秒 怪物就从对面冲了过来 因为火车没有绞杀 他们只能跟怪物相闯 幸运的是 火车落到怪物的后背上 就在以为安全时 却发现前面已经没路了 更幸运的是 怪物竟然也从后面追了上来 为了不被抓走当上门女婿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火车冲出了洞口 美女怪物由于惯性 差点掉了下去 因为不会游泳 只能气愤地缩了回去 几人才逃过一劫 女孩的眼睛变红 接着长出尖牙 瞬间变成了吸血鬼 为了拯救村民 蛋蛋独自来到鬼王老巢 一只惊化的吸血鬼出现 咣当一下 把蛋蛋的大宝剑砍碎 突然抓起衣领 死死咬住蛋蛋的脖子 危机时刻 蛋蛋举起手里的断剑 咔嚓一下 插尖了吸血鬼的眼睛里 这才得到了501神药 也炸毁了鬼王的老巢 让人没想到的是 鬼王从暗处走了出来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人类能否战胜 而拿到神药的蛋蛋 到底能不能打败鬼王呢 结局究竟如何 原片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但我想 男主一定会赢 你们觉得呢 女孩失去了五官 竟被泥巴吃掉了 她抹掉嘴巴上的泥 拼命唬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女孩吓坏了 低头什么也看不见 与此同时 从井里绷上一团诡异的泥巴 哭吱一下跳了下来 妈妈咪呀 泥巴把女孩的眼睛 带在自己身上 还做了下矫正 紧紧只在女孩身后 看着嘚瑟的泥巴 男人哑哑一枪 就把怪物打成了喳喳 女孩的妈妈赶紧抱起她 推进了屋里 让人没想到的是 怪物瞬间又恢复成了怪物 随后跑向女孩的房子 妈妈拿起镰刀 直接砍了上去 可诡异的是 怪物一点事没有 伸出白蜜长的手臂 搜了一下抓住女孩 竟怼进自己的身体里 随后变成饼干的样子 咔嚓一下 吃掉自己的手指 还说一股肌肉味 随后向身井跑去 一头扎了进去 消失不见了 就在刚刚 女孩在井里捡到一只死乌鸦 可这只乌鸦太变态 不仅没谢谢女孩 还直接复活 呸呸呸呸呸 吐女孩一脸泥巴 连句对不起都没说 就飞走了 接着就发生开头的一幕 在这个小镇上 接连抓走了七个小孩 这引起村民的重视 他们凑齐九块九的巨款 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格力兄弟 而另一边 一个女孩抚摸着宝马 可麻嘴里吐出无线网 随着一声死后 马儿从地上扎了起来 无线网越扯越长 女孩害怕坏了 不断的拼命挣扎 可她越用力 缠得就越紧 可怕的是宝马拽起女孩 咔嚓松尖了嘴里 此时村民听到了动静 赶紧慌张地出来查看 直接宝马双脚抬起 脑袋不停地摇摆 原来女孩卡在喉咙里 随后直接压了下去 吃饱喝足的宝马插舞 搜了一下就逃跑了 格林兄弟骑着白马王子 也快速地追了上去 可突然被树腰拦住了去路 此时他们恍然大悟 小镇丢失的孩子 跟树林里神秘的骨塔有关 很快两人来到这里 哥哥爬进去一看 里面净躺着干湿一样的王后 传说只要在月圆之夜 喝下12个小孩的鲜血 就能恢复王后的美貌 而在骨塔的下面 正好放着12口石棺 与此同时 又有一个小孩被抢走了 坏人把女孩放进石棺里 便给他穿上纯银的水晶鞋 随后扎破拇指 流出一滴血 然后纯白的乌鸦 把鲜血喂给了王后 神奇的是 王后瞬间活了过来 并恢复成他年轻时的样子 接着来到格林哥哥面前 开始蛊惑他成为自己的奴隶 就在这时 塔下的弟弟感受到格格的危险 他捡起地上的石头 咔嚓一下就打在了玻璃上 随着玻璃的破碎 王后的魔法也瞬间消失 画面一转 对面冲出来一个坏人 拿着武器就要干掉格格 关键时刻 格格拽着王后的头发从天而降 正好砸在坏人身上 可就在这时 天空出现红色圆月 王后也恢复了魔法 他用黑魔法 成功地控制了帅气的弟弟 然而下一秒 哥哥抡起斧子咔咔两下 就打碎了镜子 原来王后的脸蛋就是镜子 镜子碎片就像皮肤一样 不断地往下掉 这时哥哥抱起最后一块碎片 直接从白米高的骨塔跳了下去 随着碎片破裂 王后也碎成了渣渣灰 最后女孩都被救了出来 村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格林兄弟 也将自己的经历 写成了大家都爱看的格林童话 男人戴上神秘墨镜 居然看见一个骷髅头 他以为自己眼全了 最后拿下墨镜 骷髅头又变成了正常人 梦圈的男人瞬间梦圈 他连忙再次戴上墨镜 神奇的是整个世界都美的颜色 就连杂志少 也变成了大喜汉字 只好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然而更诡异的是 有的人是外星人 有的人却是正常人 这时他发现 坐在美容院的都是外星人 购买奢侈品的富婆也是外星人 只有打工仔才是正常人 难道有钱人都不是人吗 随后他走进了一家高档商场 果然里面都是外星人 就连电视上的官员也是骷髅头 突然他被大妈撞了一下 看着他这副长相 只好脱口而出 大妈满脸惊讶 没想到被人看穿身份 他赶紧举取手表呼救 很快越来越多的外星人围了上来 只好见状转身离开 没想到刚出来就被波波勒拦住 不出意外他们也是外星人 波波勒嚣张地让他投降 只好假装配合 趁其不备 哭吃两下就干掉了他们 随后从他们车里拿走了一把喷子 为了逼开波波勒 男人躲进了银行 所有人吓得不敢出声 因为遇到了劫匪 在陈浩眼里 他们几乎都是骷髅头 突然保安拿枪射击 陈浩出于本能 对准怪物一阵吐吐 转头看见 怪物正在通风报信 正当男人想把他干掉时 结果骷髅头居然凭空消失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急驰而过的警车 男人只能从后门偷偷溜走 为了躲避追踪 他劫持了一个小姐姐 随后两人来到了女人家中 陈浩一屁股坐在地上 邀请女人也戴上墨镜 看一看这周围的一切 可女人却直接拒绝 淡定的到了一杯82年的拉菲 趁着男人不注意 拿起酒瓶子就是哭吃一下 把他直接推了下去 幸运的是陈浩只受了轻伤 随后找到闺蜜说出外情人的秘密 闺蜜却以为她疯了 并要和通缉犯保持距离 陈浩无奈的说道 你要是不信 可以戴上墨镜看看 可小孩就是一头巨驴 说什么也不肯 于是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直到闺蜜倒地不起时 只好强行给她戴上了墨镜 当她看到街上的骷髅人时 脸都被吓白了 天上到处都是探测器 无奈两人只好来到一家旅店 小黑透过窗帘向外看去 此时的世界只有黑白 这些人到底从何而来 又有什么目的呢 小黑猜测 能看到这一幕的肯定不止他俩 现在最重要的是 想办法找到发明墨镜的人 就在他们一头雾水时 带着同款墨镜的人叫住了小黑 随后她递给了陈好一张纸条 并说想知道答案就来找他 两人根据地址来到了一间仓库 里面拒织着大量正常人类 为了安全起见 工作人员让他们戴上 特殊的隐形眼镜 此时外星人已经控制了米国 他们通过发射信号波 对所有人类进行催眠 外星人都有一块手表 只要打开开关就能凭空消失 想要唤醒更多的人 就必须摧毁信号塔 可没人知道信号塔在哪 这是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只好定静一看 这是冤家路窄呀 正准备给她点颜色看看 谁知女人眼泪汪汪 搞得男人不知所措 可就在这时 一声巨响袭来 屋里乱成的八宝舟 一大波外星人冲了进来 对正常人类疯狂的射击 没过一会儿就死伤过半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 小黑拿出外星人的手表研究 可怎么也找不到开关 就在他们准备通过一军时 手表突然冒出阵阵绿光 地面凭空出现一个通道 两人急忙跳了下去 画面一转 他们通过密道来到宴会厅 原来这里就是外星人的大本营 让人不解的是 里面居然还有不少人类 看来他们早已投靠了资本 这时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们 没想到大爷把他们当成了同伴 还热情地带两人四处参观 可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这是外星人往返的空间站 接着来到了控制室 外星人却问他们要门禁卡 结果下一秒 两人对着外星人疯狂输出 但很快大批的外星人赶了过来 没办法他们只好朝天台跑去 奇怪的是 那个女人居然也在这里 只好没有多想 拉着女人就往外跑 可他万万没想到 刚解决完天台的守卫 女人就悄悄干掉了小黑 等他感觉到不对时 女人正拿枪指着他 只好这才明白 他早已投靠了外星人 与此同时 两架急升机也瞄准了他 男人只好放下武器 随后悄悄拿出袖子里的手枪 对着女人就是扑斥一枪 然后不顾一切摧毁了信号他 不幸的是他也付出了生命 没有了信号的干扰 外星人再也无法掩盖丑陋的外表 那么问题来了 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关于评论区留言 大鲨鱼捏了水 竟然在天上飞 而机上万名乘客毫不知情 40岁的男孩第一次坐飞机 紧张地向外看去 我的妈呀 鲨鱼在天上游泳 男孩当时就懵懂了 戳戳眼睛又瞟了一眼 妈妈咪呀 把陈豪吓得一机灵 他赶紧大喊 窗户外有鲨鱼 可乘客都觉得 男孩脑子瓦特了 空姐立马让大家坐好 没人相信陈豪的鬼话 接着鲨鱼越来越多 瞬间包围了小飞机 即是100度的鲨鱼 哭吃腿间的眼睛里 鸡翅瞬间倾斜 情况紧急 机长准备破脚 可是鲨鱼不断地创下飞机 小飞机被扯个窟窿 坐在窗边的乘客 搜了一下 被带去了外太空 吓得乘客大喊淡淡 负责任的空姐 还在安抚着乘客 可一抬头 可爱的鲨鱼游了过来 结果空姐足 副驾刚转起身 静止飞来的鲨鱼 咔嚓一口就把女人咬住 机长健壮 急忙上前营救 幸运的是 两人手拉手开心地领了盒饭 这下BBQ了 会开飞机的司机都没了 就在这时 陈豪勇敢地站了出来 他匆忙来到驾驶舱 握紧方向盘 迅速联系地面塔台 在专业人员的指挥下 男人驾驶飞机 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控制飞机高度 成功地鸡屁股着地 挽救了所有乘客 陈豪一下子火了 记者们争先口哄地采访 当说飞鱼被鲨鱼袭击时 记者们都以为他脑子进水了 晚上来到医院看望女友 旁光一嫂看到电视报道 一场鲨鱼风暴正向城市袭来 而可爱的市民 还在海边喝着风 并不知道 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鲨鱼风暴席卷而来 眼瞅着上万只鲨鱼 快速地慢慢袭来 人们顿时乱成八宝舟 吓得丢下腿就跑 此时观众喜上 仅剩下个小女孩 好心的中年男孩 让他赶紧离开 这是一只大鲨鱼 向他飞来 男孩捡起地上的球棍 哭吃一下 就把鲨鱼干飞两里来地 陈豪带着受惊的市民 快速躲进地铁里 本以为这里很安全 可下一秒 妈妈咪呀 甜甜的海水喷咬而至 还好男人及时发现了危险 赶紧让大家离开 去另一节车厢 一个好奇的伯伯勒 刚靠近窗户 结果哭吃一下 列车被鲨鱼死开 差点就成了河饭 幸亏胖哥及时救下了他 这时地铁里 全都是鲨鱼 一只鲨鱼盯上了陈豪 还好他有主角光环 捡起木棍 插进鲨鱼的身体里 带着人群逃出了地铁 另一边 几个年轻女孩 躲在了轮船上 结果被鲨鱼一个飞跃 扑倒在船上 危急时刻 女孩拿出T恤刀 对着鲨鱼疯狂输出 黑压压的沙卷风 逐渐向城市逼近 甚至有人高举拍拍 大喊世界末日到了 大家都要完蛋了 光头看他有点得瑟 直接把他干倒在地 就当男人骂骂咧咧时 一只大鲨鱼游了过来 光头也运气爆表 在捡地上的箱子 被飞来的雕像砸成了大将 可怕的是 那个雕像并不想放过几人 以800米每秒的时速滚来 女孩马溜的爬上卡车 创到了颠纤杆 才幸运的躲过一劫 没一会儿功夫 海水已经淹没街道 沉好几人就被海水包围 四周都是鲨鱼 男人灵机一动 利用绳子把同伴 转移到安全位置 可大爷年龄太小 一不留神 叼了下去 绳子也领了河饭 眼看车子就要被淹没 沉好插的一下 踩着鱼翅跑了过去 随后他们来到 8000米的楼顶 决定阻止这场灾难 没长翅膀的鲨鱼 飞了过来 对着鲨鱼就是一箭 紧接着 两人朝着鲨鱼发射炸弹 虽然烧熟了好多鲨鱼 但是下面的人群纷纷中招 都被砸成了草莓酱 只好只能回到地面 再想其他办法 这时 一只鲨鱼冲了出来 飞向了陈浩 只好拿起纯钢的铁锯 咔嚓就把鲨鱼一分为二 这彻底点燃人们的斗志 随后 两人来到另一栋大楼 决定炸掉大楼的冷却剂 来阻止这场风暴 突然 一条大白纱飞的过来 可电锯居然坏掉了 幸好这时 安娜及时赶到 我的妈呀 她居然把左手改成了武器 而黑妹 正在连接高压电线 把电线绑在一起 可男人轻轻美用力的一拽 绑好的地方就断开了 没有办法 黑妹只能牺牲自己 引爆了冷却剂 风暴成功被阻止 大鲨鱼 唰唰唰唰的往下掉 人们尖撞 全都拿起武器 跟鲨鱼干了起来 全在半空中的陈豪 也没有闲着 就这样 消灭了所有的鲨鱼 而男主 也在导演的安排下 其在鲨鱼身上活了下来 看完后 你知道国外的鲨鱼 除了能在天上飞 在沙子里游 还能干嘛呢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只要被美女的舌头洗一下 就能让你瞬间饱瘦 你敢试试吗 女人是一名吸纸怪 专靠吸取脂肪来活命 仅用3.14秒 就把减肥的妹子 吸掉10公斤的脂肪 这天一个长得很胖的瘦子 正在车上大口地吃着面包 这时车后闪过一个黑影 接着男人后背传来一阵剧痛 一会儿功夫 她的身体就像气球泄了气一样 800斤的体重 瞬间变成了皮包骨 警方得知消息后 迅速展开了调查 通过资料显示 男人生前是个大卫王 出事前还赢过大卫王比赛 于是找到男人的竞争对手 可经过一番调查 并没有作案动机 与此同时 一个女人正在健身 经过30天的努力 她偷掉了一斤半的鞋子 摘下半斤懒中的戒指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往撑上一站 看到数字的那一刻 女人彻底绝望 每天25个小时的健身 不仅没瘦还中了八两 就在这时 进来一个神秘人 拿起杠铃 来到女人身后 咣当一下把女人砸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衣服里钻进的什么东西 在不断地蠕动 随着扑斥一声 女人的身体 就像煤气的气球一样 体重瞬间下降 一会儿功夫 就瘦成了一具皮囊 波波勒很快来到现场调查 发现女人身上有一个原性伤疤 两人非常疑惑 因为上一个受害人身上也有 这难道是同一个人干的 他们找到了健身房的教练询问 可并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 就在教练转身拿东西时 正好意外发现她的后背上 也有着相同的伤疤 可教练为什么没事 之后男人在上网时 看到了一家减肥公司的广告 他们声称不需要节食 也不需要手术 更不需要特别的运动 只要三天就能瘦成 淡淡一样的身材 看到这一幕 两人产生了怀疑 第二天两人就来到这里 他们以要减肥为由 在暗中进行调查 很快波波勒有了发现 来这里减肥的客户 后背上都有一个原型的伤痕 果然这里有问题 另一边沉好吃了 给顾客准备了布丁后 瞬间四肢发软 哭吃一下倒在了地上 还好同时及时赶到 才没发生意外 原来给顾客准备的食物 加有大量的迷药 顾客吃下后不知不觉 就睡了过去 吸纸怪借着拔火瓜的名义 伸出了可爱的舌头 将他们多余的脂肪吸走 从而达到快速减肥的效果 没多久店员找到老板 拿出在更衣室里 两人的工作证 还有最近案件的资料 他们怕被查到 于是决定将证据销毁 女人来到冰箱前 将里面保存一年的脂肪 拿出来倒进了垃圾桶里 可就当她拿第二桶时 那香甜可口的脂肪 才能她口水流了一滴 下一秒 这时 陈豪闯了进来 他把怪物死死的绑在椅子上 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非常诚实地告诉伯伯勒 自己是一个稀直怪 但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 开减肥公司的目的 只是想帮别人减肥 并且自己也能得到生存 另一边店员找到女人的弟弟 看到报纸上的新闻 他承认了是自己干的 两人很快争吵了起来 突然一声惨叫 正好被路过的伯伯勒听到 他顺着声音来到厨房 而幸运的服务员 已经领了热乎的盒饭 两人将事情告诉了怪物 原来弟弟之前也是一名教练 因为特别贪吃 有一次差点把顾客洗干 所以才安排他去厨房工作 不让他直接接触人类 本以为这样可以控制食欲 却没想到他跑去外面害人 伯伯勒问他弟弟现在在哪 但身为姐姐的他是不可能说的 两人火速走进地下室 刚下来就发现一具尸体 男人继续向前查找 就在这时 一旁的柜子倒了下来 将男人重重地压在了地上 突然吸纸怪出现 伸出了粉嫩的舌头 结果被波罗勒推柜子 躲过了一截 没想到吸纸怪力大无穷 波波罗被打倒在地 关键时刻 正好及时用匕首 把他的舌头割断 成功地化解了危机 最后两人将女人送回了老家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有这样的减肥方式 你想去试试吗 感谢关注淡淡 下一集更精彩 头发烫了男人的脚 男人有点懵 头发怎么长门槛伤了 但他没有多想 直接上手就给拔了下来 随后屋里就传出女人的惨叫声 正好吓得赶紧扔掉头发 但他不知道已经闯了大祸 这天他儿子走路 咔嚓被门槛扳倒了 母亲闻声赶蓝心疼坏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们怪起了可怜的门槛 上去就给凉嘴巴子 孩子总算也哄好了 殊不知会遭到门槛的报复 这天 女人打算领孩子回娘家 临走时嘱咐 门上的辟邪符 千万不能把它撕下来 男人表面上答应 但心里却没当回事 等他喝到半夜回家 这抬头看到符咒 感觉不顺眼 顺手就给撕掉 揉成肉馅扔在地上 然后摊澡在床上 接下来就发生诡异的一幕 门槛开始往外流血 沙发底下有只脚在动 房顶出现一只手在爬 突然一滴血滴在他脸上 他迷迷糊糊的擦掉 发现满手都是血 一只手突然掉了下来 这个给他吓得 哭吃滚到地上 就在这时 手脚竟然拼接成了整体 缓缓的向男人走来 男人不断的求饶 可是完全没用 结果男人开心的领了盒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女巫太可恨 为了能让自己法力大增 把抓来的小孩 关进小黑屋饿十天 再把猪肘子拿到跟前 小孩快饿疯了 闻到肉味就上去抢 可女人良心太好 把肉扔进黑乎乎的坛子里 然后引诱小孩钻进去 因为小孩是个小孩 没有多想就冲了进去 女人立马将坛子立起来 并露出诡异的表情 接着抄起大砍刀 在插了七七四十八下后 坛子里便没有了动静 下一秒女人翻起白眼 像中邪了一样开始抽搐起来 女人是知名法师 无论是求财还是求福 只要一张白条 就会轻松搞定 可怎么也不会想到 她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 这天小孩的母亲找上门来 请她帮忙寻找自己的孩子 起初还装作一副同情的样子 很快小孩的灵魂感受到母亲 整个房子发生剧烈的颤抖 女人赶紧按住柜子 她瞬间猜到自己残害的小孩 就是安娜的儿子 这是小孩的魂魄 拼尽全力想要逃出来 可一番挣扎后 还是被女人镇压住了 可怜的母亲 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 其实就被封在坛子里 她以为赶走小孩的母亲就没事了 可到了深夜 她被噩梦惊醒 于是来到祭坛 请求神灵的闭火 突然柜门打开 放置小孩的黑土散落一地 屋内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接着女人不受控制 大口地吃着那东西 下一秒她大声嘶吼 肚子剧烈疼痛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 她用力撕破裙子 肚子上竟出现一张人脸 接着哭吃 伸出一只小手 被封印的魂魄变成婴儿 又获得了重生 但不幸的是 孩子的妈妈由于过度自责 选择了自我了结 两团像猪肉一样的肉嘎大 没有任何骨头支撑 竟然揉了一下 不费劲地粘了起来 之后吐出花瓣形状的舌头 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 小心地试探着对方 然而科学家们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物种 赶紧点赞观众发狗头保护 很快两只生物就产下一个胚胎 它的生长速度惊人 仅仅过了3.14个小时 就长到了几百斤 水缸眼看就要撑到 女人把手伸进缸里 想要降低压力 却突然被胚胎抓住 情急之下 陈浩赶紧打开排水阀 敲碎了缸化玻璃 滑坡保护膜后 此时一直像黏玉一样的怪物 出现在它们的面前 男人拿起塑料盒 把怪物扣上 再压两百斤的重物 这才控制住可怕的怪物 好容易把它装进实验箱里 可第二天 却发现怪物只剩下了空壳 正在它们蒙圈时 突然一直像烧鸡的怪物窜了出来 安娜为了接触怪物 直接把手套脱了 谁知怪物探出鸡脑袋 好奇地走到跟前 闻到是母亲的味道 正好害怕女人受到伤害 拿出铁棍堆的怪物 鼻鼻哗哗 怪物瞬间变得非常暴躁 男人释放出麻醉气体 里面的烧鸡还没反应过来 就鸭鸡倒在地上 它们提取出怪物的细胞 发现它的细胞分裂极快 仅过一天 烧鸡就长成了小女孩的模样 而且智商贼高 还能拼出中文 安娜开心的像个亲妈一样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 夫妻两人把女孩进行转移 而刚到地下室 就出现了意外 怪物开哨呜吐 甚至高烧到50度 而他们又不能去医院 只能试试物理降温 随后注满30度冷水 把女孩放进去 女孩被吓得拼命挣扎 呼吸越发困难 只好见状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随后抓住女孩尾巴 直接把它安进了水里 没过一会儿就没了反应 怪物彻底死了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女孩又吐出气泡 在水里面呼吸 因为怪物死而复生 他们给怪物起名小美 三天后小美已经长成大姑娘 随后给女孩换个新房子 来到一个废弃的农场 女儿给小美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可小美却没有任何兴趣 她用小木块拼出两个字 想要出去 可安娜并不同意 没想到小美瞬间暴怒 把家里拆得稀巴烂 安娜掐住她的脖子 让小美赶紧安静下来 可怪物搜的一下 挑到窗户上 逃了出去 两人不放心一路找寻 这时小美脚下一滑 眼看就要摔细碎 可居然长出一堆翅膀 就在她要展翅高飞时 陈豪万分不舍 经过深情挽留 小美被感动的 紧紧抱住了男人 随后怪物喜欢上了陈豪 当女人给怪物带来礼物时 小美的眼神露出胸光 当场用尾刺扎死了猫咪 女人气得给她一嘴巴 怪物竟然压住女人身体 用尾刺划着安娜的脖子 哭斥一下拽走了钥匙 可就在她以为自由时 安娜从背后 咔嚓一下砸去 当她醒来已经躺在手术台上 尾刺已经被切除 等陈豪赶来 女人已经带着尾刺离开 看着十分虚弱的人寿 男人腾在心里 用手轻轻抚摸她的脑袋 小美尖撞 一下扑进男人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 正好被回来的安娜看到 画面太过下饭 女人边跑边吐 完事后的陈豪急忙解释 说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 女人骂了一天三夜后 最终还是原谅了陈豪 很快他们折返回农场 发现人寿小美抛在了水缸里 已经没有了呼吸 安娜悲痛欲绝 哭得比死的亲爹还要伤心 随后给人寿小美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实验室的高管突然出现 让他们交出研究的新物种 这时一阵腰风刮了过来 高管却凭空消失 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竟被刮在树上领着盒饭 而人寿再次复活 变得更加可怕 搜了一下又带走一个同事 夫妇两人追到树林里 却不小心把手电掉进壶里 正在他打捞时 一股神秘力量 把男人直接拖了下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安娜吓得大声呼救 诡异的是 男人居然又浮出水面 就在女人拉起陈好上岸时 人寿竟然从水里钻了出来 安娜吓得撒腿就跑 然而人寿把他扑倒在地 看清了安娜的面容 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陈好实在看不下去 举起木棍 刺穿了怪物的身体 女人趁机用石头猛砸 正当他犹豫时 人寿用灵活的尾刺 刺穿男人心脏 男人开心地领了盒饭 安娜这才很下心 送人寿去了西北 画面一转 安娜已经怀孕 那么他将会生出个什么呢